大家好,我今天要来示范做一个蜂蜜橙汁烤番薯 非常简单,我这边用了三个红薯,两个紫薯 当然你要用全部紫薯,全部红薯都可以 我们台湾人叫番薯,大陆叫山芋 我们先削个皮 看这个紫薯的颜色多么漂亮 两种不同颜色的薯吃起来口感比较不一样 纸的稍微干一点,但是它的营养成分也非常的高 我觉得两个颜色配在一起又特别鲜艳很漂亮 做出来是很好的一道配菜 或是拿来当点心这样子,一口接一口吃也很不错 后面可以听到小朋友在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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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车的声音 好,那我们现在皮削好了啊 这个净芒橙的地方切掉 那我呢,当然你可以把它切成,你要切什么样形状都可以 你可以把它切成丁块状的 或是我今天我比较习惯 我喜欢 我把它切成这样的条状 稍微宽一点的呢 就一个一边切三条 窄一点的就一半切成两条 皮削好了过一阵子呢 如果你没有马上用的话 它就是容易氧化 所以颜色会有一点点变得黄黄的 不打紧 那同时我忘记讲了 我们烤箱呢 就摄氏200度 或是华氏400度预热好 然后现在这边都在这里啦 我们就用橄榄油和蜂蜜拌一下 那用量多少 就是看你烤了多少的番薯 我今天我想大概用个 三四大匙左右的橄榄油 然后同样蜂蜜 或是用如果你比较舍得的话 也可以用加拿大来的蜂糖 蜂蜜很香 也差不多用个两三尺 你以为这样烤出来会很甜腻 其实不会的 它最后做出来的这个味道 因为有糖分 这个番薯本身就有糖分 再加上蜂蜜的糖分 烤的时候呢 表面就会焦焦脆脆的 就容易它那个糖的焦化会特别好 另外呢 我再准备了 我还用一点点橙汁 我觉得那个橙汁有一点点酸 酸的那个果香也很好 差不多这边用个半杯吧 一起给它拌好 然后 就全部放到烤盘里面 所有这些甜的东西呢 预热烤了以后 它就会越来越浓缩 变得像糖浆一样 然后又容易烤成这个表面焦脆 然后我们还是要撒点盐 让我先洗洗手 盐量当然也就是 看你用多少 我这边大概用了个 我想会用到 一茶匙多的盐 一点胡椒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加一点点辣椒粉 我觉得那个甜甜的番薯上面 有一点点辣椒粉感觉很好 这样到时候吃起来 有甜有咸有酸有辣 很好 那就差不多尽量把它摆在 这个 平铺的 一层 然后放进 预热好200度摄氏的烤箱里面 我们大概烤个三四十分钟吧 再回来检查 好了四十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全家都是烤番薯的香味 哇 你看一看 跟大家讲一下 我刚才就是做到一半的时候 大概烤了二十分钟的时候呢 我那个打开厨房的这个烤箱 翻了一下 然后里面多 那个太多的 我刚才倒的那个橙汁太多了 稍微倒掉了一点点 你看剩下的这个 还是剩下 到最后还是大概有 半公分厚的这个橙汁在里面 全部都收汁这样焦焦的 那我们过来吃吃看 那我们过来吃吃看 很烫 但是味道很好 然后 那个蜂蜜和橙汁 上面变成浓浓的焦糖 有一点点脆脆的 非常好 所以你现在可以把它盛到另外一个盘子 不要那么烫的这样送上桌 或是呢 像我通常在这边 就是一口接口 就可以把它吃了一半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这个蜂蜜橙汁烤蕃薯